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社东西问专访西藏四十区藏医院藏医药学专家德籍错母 四部一点全书共156章 内容涉及1616种病症 记载了2258种方记 它不仅代表了当时西藏最高的医疗水平 也集中体现了西藏早期人文 历史 传统 文学 艺术 工艺 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四部一点中我们广泛记载了一个金属颜例 药物泡制 陶瓷溶剂等等一个制作工艺 它详细产生从各种矿物当中提炼的一个金 银 铁 铜等工艺一个方法 还有各种古物发酵后入药或作为药物 促时间发生的一个化学反应的一个借物质方法 还有我们平时的矿物也好 动物也好 植物药材也好 一个泡制和去毒方法 德基作文称 四部一点揭示了藏医学在八世纪之前 就已掌握较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工艺 其影响力通过设乡贸易和丝绸之路 逐渐扩散至东亚内陆 及南亚的布丹 尼泊尔 印度 中亚的突厥等地区 并对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起初我们四部一点的话就是一个古藏文 内容是深奥非常难懂的 1823年的时候 匈牙利的桥马呢 编写了一个藏音词典和藏文语法学两部书之后 开启了一个国外学者对藏学的研究的一个之窗 西方学者首次翻译了我们四部一点中的根本部和论说部 随后日本还有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外藏学研究者 对藏医学的历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 德基索我们介绍 藏医学本质是来源于生活 用于生活的经验医学 适用于西藏的人文生活 四部一点中记载的饮食和行为起居准则 对当时西藏文化和人民生活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并延续至今 我们平时知道我们赞巴 赞巴是我们藏族人的主使 藏族人一日三日差不多都有赞巴 赞巴的话有很多威脸元素 对保健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这些功能我们都记录于我们四部一点当中 还有我们平时爆发的一些流行病也好 重病也好 还有我们平时的一些放学流法过程当中 人们会自觉的一个少串门 王莱克 这些做法 与四部一点中记载的内容原则上都是异曲同工的 德基措姆说 按藏力推算 每年七月份西藏迎来沐浴节 在此期间沐浴于红河溪流之水可消除疾病 为预防疾病 身上佩戴天珠 陨石 珍珠等珠宝类物品等种种习俗 也均来自于四部一点 2018年 四部一点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包括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珍藏的四种木刻版四部一点 和一部金枝手写的四部一点 标志着藏医药学走上国际舞台 入选以后 四部一点更加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从我们之前单一的一个医学领域 逐步扩建到一个文化 人类学等各个领域 他们从研究四部一点本身的基础上 扩大了我们研究的视野 德基索姆介绍 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 对四部一点等文献遗产的保护 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每年划拨一些专门的经费 挖掘和利用 保护我们四部一点等珍贵文献遗产 还有先后强求整理和整理 出版了一系列的古籍文献 西藏自治区也是正在开展一些立法调研 加快藏医药一个立法进程 推进藏医药发展保护条例的一个出台 加大藏医药文献遗产的一个保护力度 中文献遗产行